混音 当着生活 显然自己变的快乐 风景却智了 天气纸会变的无倾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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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我吸取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经历 比如说父母或者朋友之间交流方式 这次Ima Ken给我带来很多好处 这深深让我感受到父母的责任是真的很重很重 所以不要去埋怨 你越埋怨他们背负的东西就越重 去感恩 去享受你现在有的生活 再多真相的推卷 t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印象最深刻的是负责任的一个部分 我在里面学到要用尽全力完成任务 一个团队很重要 在任何事情上 自己一个人有可能可以做好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有一个团队 等你到挫折的时候 他们照样会给你100%的力量 让你可以完成 各位同学 还记得五毒是什么吗 五毒千万不要判这个五毒 千万不要去埋怨 不要去讲是非 不要去责怪别人 不要找借口 不要知道 那你想要五毒的时候 记得你要掌控你的情绪 这个世界上会因为有你 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爱你故生的万丈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堆持过志望 不肯哭一场 爱给来自欲满旁 一生不见谁的光 你将到你的城邦 才被虚指上去忙 去忙去忙 你最卑微的梦 占吗 夹那 你最不高的梦 直到黑夜中的屋檐欲望 谁谁站在光与的才算 担任了领导的身份 我可以从这个一整个一整天的活动中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清楚自己 在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情 在这个Inmark Camps 我学到了就有包括五毒 什么是梦想 然后还有什么是责任感 各位同学 每一个人的起跑点都不一样 有些人天生 就是赢在起跑点上 有些人在20出头才开始奋斗 有些人在将近50才达到自己的目标 其实赢或输在起跑点都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 不要放弃 别在还没开始的时候 就说不行 加油 当你说你行 就一定行 好我们常说人因梦想而伟大 那你知道你的目标 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那你们今天为了你的目标 或你的梦想 开始努力了吗 那么同学们 今天如果你不开始踏出第一步 你的梦想永远只能是幻想 所以希望同学们 在能够追梦的年纪 不要放弃追梦的权利 最年少的我 有大大的梦 我愿意安静的活在哪个有你的角落 如果生活还有什么 会让你难过 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 都陪你度过 我今天主动尝试拜领一个团体 然后是我以前没有主动尝试过的 在这个营会我学到做父母很不容易 很辛苦 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孩子 我们要做一个不让父母担心 操心的孩子 这个世界上有四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那就是对不起 请原谅 谢谢你 还有我爱你 请你记得常常跟你身边的人说谢谢你 请你记得看到你的爸爸妈妈 记得跟他说一声我爱你 当你做出事情的时候 记得跟你的老师 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一声对不起 请原谅 这四个关键词 你可以让这个世界为了更加的美好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 年轻就老了 生而养你 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 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看看你 眼睛就花了 柴里有眼 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 满脸的皱纹 青少年都很有梦想 我感觉到学生们都很期待有一个CAM好去 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一日盈呢 他们能够再更加了解自己要做的东西 把自己的目标弄得更明确 所以我相信 既然你们被纪律了 被告人家告诉你 你能够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再多痛苦 再难了 我们都能够成功 我们很佩服你们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想 有心听话 不害怕 那你追求我 就陪着远方 隐形的时转 让我很久一点唱 只有一个 我让自己想想 爱自己 爱家人 爱世界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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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爱自己 爱家人 爱世界 今晚最棒 来今晚 来 你 хотите 你 看看 有